我們要看一個人 看美國那一位NBA球星 上次我們在節目中秀給觀眾看 這位NBA球星 槓上中國 槓上他的西藏問題 然後呢 他還做了一個 維尼坦克的球鞋 這一次 他做的最新版的球鞋 他把中華民國的國旗 放到球鞋上面 而且說他要挺台灣 挺輝 這是怎麼回事 NBA的波士頓球隊的中鋒 坎特 這一次更發揮他的創意 他把台灣的國旗 放在這個球鞋的後面這個地方 然後前面球鞋的前面 就畫一個台灣的綠色的樣子 然後更重要的是 旁邊他寫了幾行字 第一行字他提到的是所謂的 台灣 belongs to Taiwan people 台灣屬於台灣人民的 然後另外他又寫到 所謂的 State with Taiwan 他上面有寫到State with 跟台灣站在一起 那這個現象 這個出來之後呢 其實很多網友在問 這雙球鞋去哪裡買 因為他們打算要聖誕節 當作只是聖誕禮物嘛 那但是重點是什麼 他 你也可以告訴我在哪裡買 我買一雙送給你 對 我們蔡總統 我們蔡總統在那個臉書上面 就發了這個文章 就說要挺這個阿坎 因為他在台灣來講 我們一般的這個 這個球迷呢 都叫他阿坎嘛 就替阿坎這個打球 這個加加油 那同樣的呢 這個他在消滅情的 就是說這個阿坎 他在那個消滅情的 Twitter上面呢 也留言了 留言很多東西 包含說 這個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之外呢 另外要跟台灣站在一起 那其實說真的啦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過往來講的話 都會為西藏 新疆的人權在發生 而且呢 都立抗這個習近平 而且認為他是一個 所謂的獨裁者 暴力的這個所謂的屠宰者 所以他站在所謂的人權 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不餘力 常常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的一個言論 跟身影 但是同樣的 中國大陸可能對他來講的話 非常不爽 非常不高興 但是呢 沒關係 因為其實他 這個鮮明 非常鮮明 因為他這雙球鞋 的確不簡單 這雙球鞋是特製的 所以台灣基本上 現在已經在網路上搜尋說 到底這雙球鞋 要到哪裡買 到哪裡下訂 才能夠買得到 你告訴我 我會送給你 我會送給你 他在網路上搜尋 他是山洞 那滿合最大 會送給他 我會送給我 Construction 他的太獎 他會送給他 你 我會送給你 我的感冒